晚上好 欢迎收看1月8号晚间的百个大事迹 我是威明 网站带你关注今天重要的国内新闻 首先来看我国首相纳吉 针对大马经济所发表的谈话 首相纳吉说 在面对国际油价下跌 美元站稳 中国经济放缓 全球需求疲卵和大马资金波动等等的五大挑战之下 政府将在近期内提成修正2016年财政预算案 同时纳吉也再次歌颂消费税的落实 把消费税比喻为国家经济的救星 对于纳吉的救星论 行动党临世北区国会议员潘检伟就调侃说 我们大马人非常感恩首相的英明领导 实施GSD并救了大马 人民更穷 生活更困苦 没关系 重点是国阵和首相的职位没有受到影响 从来针对国际油价下滑 纳吉也在会上指出 如果2016年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32美元到36美元之间 我国政府的收入预料会减少300亿令吉 来看一下则新闻 总检察长阿班迪今天出席大马法律常年大会时 在记者会上保证 反汤会乘上有关SRC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和26亿政治现金的调查报告 他会仔细的研究 他更以文件有我这么高来形容报告书很厚很多 需要时间来消化 下来是关丹红潮的消息 针对关丹一带河流浮现死鱼的问题 今天卫生部长舒巴马连就透露了 虽然死鱼身上没有发现旅土矿相关的物质 相信这些鱼是缺氧而死的 但造成缺氧的原因则有可能是沉淀在河里的旅土矿河残余物 另外针对开采旅土矿仪式 矿物学专家山淑丁租所也提出他的看法 这位车主总共拖欠了177张罚单 如今被沙亚男市政厅执法主贴上了通告 雪然而州沙亚男市政厅从去年中开始 就采用了这套新的招数来取定拖欠超过10张违规停车罚单的车主 执法员运会在巡视时 直接将拖车通告以及拖欠罚单的总数贴在车窗 鉴定这些车主在48个小时之内缴清拖欠的罚单 否则将把车直接拖走 来看最后者新闻 击打亚罗是打一间私人医院 可能是因为摆了乌龙 导致刚出生的婴儿被调包了 一对夫妻将女儿抱回家5个小时之后 突然接到医院的来电表示抱错了婴儿 让这对夫妻当场大吃一惊 必须急忙返回医院确认了真正的孩子 对此宴方解释 是接生院房内出错了并且做出了道歉 但基于这事件非同小可不能轻视 这对夫妻除了要求进行DNA检验之外 也向警方投报了 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你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